現在來看這個學校 是這個領體發照了後 有被這個老師就歡迎 請拍關卡的學生 不過這個教育沒有就表示 本來就有訂這個 關卡學生的辦法 也有給老師學會的關卡款 譬如說 學生的行為 學校沒辦法管的時候 可以要求家庭帶回去關卡 或是這個學生 拿著拿錢 或是吃豆瓶 這就是在那裡的事件 老師要在這裡通報 交給鏡鋒來處理 老師要關卡學生 若是又像這樣用牌的 發水課條都是違法 只是學生如果是不按私下功課 然後亂辦結 又要怎麼改善這種行為 口頭糾正 調整座位 要求口頭道歉或書面反省 列入日常生活表現紀錄 通知監護前人請求協除 要求完成沒有寫完的作業 面對一般的違規行為 大部分老師都可以處理 但是英雄頭痛的 其實是有攻擊 或是自殺行為的孩子 面對這種特殊的狀況 還沒說老師要罵上祖父 若是沒有領域 要趕緊要求校務處 或是輔導人員來支援 儘管如果是沒辦法改割 可以要求家長帶回去 若是學生扎都扎青 或是吃毒品 老師可以這樣做 像已經觸犯到刑法的 相當嚴重的傷害 恐嚇 勒索 限制人家的行動自由 這種已經觸犯到 那當然會成年少年 就進入少年事件處理 這時候該通報警方該通報 司法團隊就已經屬於 治安事件的層次 政案通過 中小孩要增加副度認立 加上老宿非禍六歲金 也要用來增加行政人員 希望未來這裡的認立 真正夠為 讓副度跟關卡的系統 真正重起來 記者 領袖會新界面 代表報導